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級人 耶 耶 我們今天是一個 小台車的旅行 也不是旅行啊 幹嘛騎個滑山路公旅行 這台車很酷炫好不好 CB200X 宏達的 欸 這鏡頭上面看起來很雄壯耶 可是實車還蠻小的 我覺得它很可愛 然後這個顏色我非常的喜歡 聽說也是這個顏色賣最好 這個玩意好像是從印度來的吧 我覺得這個顏色好像超級人的配色 就紅白黑啊非常的經典 非常的動感 180幾cc 單缸 氣冷 氣冷引擎喔 氣冷 對啊 它沒有水箱啊 它有散熱器片 吹風就會涼的那種引擎 然後動力好像有17P 扭力應該1點多公斤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只有五檔 對 然後只有國際五檔而已 我覺得這好像有點眼熟 是不是還有另一台車叫做 Hornet 2.0 喔 是嗎 對 好像是一台街車的樣子 這跟那個好像就是 共用底盤跟車架引擎這些 然後也是200cc 18多 對 18多 但他們都講200嘛 所以它叫Hornet 2.0 那個也是蠻便宜的 對 說到價錢 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當初剛進來的時候 好像是13萬吧 然後因為是這種 多功能的造型 買得比較少 買得比較少 然後它就陸續的降降降降降 一直降降降降到現在 好像剩下10萬08千了 非常的便宜 比MNBCU還便宜 而且是進口的 呃 對 只是是印度進口 但是我覺得它終究是本田做的啦 它整個車我們實際看到的 這個質感啊 外觀啊 都有一定的水準 看得出來它不大一樣 對啊 其實我覺得實車看起來 就是你在鏡頭裡面看到 覺得很大的CAN對不對 但是實車看起來真的蠻精緻的 就是你不會像 平常看到多功能車那種 又高又大又重的那種距離感 但其實因為它比較高 這個看起來就比較親民 比較可愛啊 對啊 它有個鳥嘴 然後突出這樣子 可是因為它比較高 所以我在牽車也覺得蠻重的 它的裝備重量147公斤 是有一點點份量啦 但是你要看看它其他的對手啊 CBR150 你說那個仿賽造型的那個 對啊 那個好像137而已 差了快10公斤 那T2呢 T2我不曉得 T2快200公斤 真的假的 傻逼破200 輕 147 輕巧 靈活 超好奇 哈哈哈哈 有啦 它的座高啦 對不對 座高好像810吧 我試試看 我記得我是可以 把它好好的立起來啊 對啊 可以好不好 後面看起來好軟喔 對 我們今天借到了總共有兩台 兩台都有不大一樣的改裝 它們都不是全原廠的 那我現在跨下的這一台 就是應該是我們動態拍的 比較多的那一台 它有改前面的氣壓避震器 Gamma Air的 就我們以前有介紹過的 所以它的前叉我覺得 很遠 存場的撐蠻多的 而且 因為是氣壓避震的關係 所以它遇到那些坑洞什麼的 碎震處理 也比原廠那種彈簧的好一些 然後這個後避震好像是 諷之急的把國產廠商做的 也不錯 對不對 有一定程度的水準 只是這個車讓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就是它的 懸吊行程 如果真的是要以多功能車來講的話 它其實懸吊行程應該要再更長一點吧 會比較適合 對不對 不過是因為經過了改裝 所以它現在還蠻結的 而且運動性還不錯 我完全沒想到 為什麼多功能車可以安裝起來 我剛騎那個另外一台 比較原廠的 這樣從滑站路騎上去 我看到一個東西很斜的飛下來 我就 哎唷 XX你啊 XX 怎麼有人把全工 多功能車壓成那樣啊 坐在這種車上 剛剛說它座高蠻高的嘛 但是我覺得它的這邊 就是銷的夠窄 所以其實我覺得著地性還不錯 只是有一點會卡到腳踏 這應該是還好吧 然後原廠就有護工有沒有 還有整個方向燈 高級看起來很帥 不過聽說缺點就是 改裝拉桿的空間 因為這個原廠護工 就是把它做死了嘛 所以就是你要挑比較短 坐在這個車上啊 腳踏很低 然後支持人體 拔送高 所以就可以得到一個這樣子 很端莊的坐姿 然後再加上他們都有改那個 聽說是BMW G310的風景 所以坐在這車上 我那時候騎一騎 不知不覺的 就開始大流汗 覺得快要熱死的感覺 快要熱死的感覺 換我吃了 呵呵呵呵 還是會癢癢的啊 變速箱還偷跳一下 加油!加油! 好,還是比蘇克達有力 我們氣了,就是驕傲! 而且這還有風景可以爬車 哦,爬車這樣好快哦! 因為真的沒什麼風,很厲害 就是風全部都上去了 我安全帽裡面開始流眼淚流汗 這邊都濕濕的一直流 靠是傻小,後來發現我好熱 大概就是這樣吧 騎起來就是騎姿的部分 那我剛剛是不是沒有講到引擎 它這顆引擎看到氣冷 然後又只有180cc 當下的感受是 這會動嗎 結果實際吹起來會動還不錯 而且運轉品質 就是震動很小 算是很細微啦 以單缸來說的話 然後輸出的感覺還蠻綿密的 扭力也還不錯 唯一 可能因為它排線要小嘛 然後又要有這個扭力 所以它的行程做得比較長 也就是說你在拉轉的過程 它大概就是那個峰值出現的 會比較模糊一點 就是你拉轉上去 它好像有在加速 又好像沒有的那種感覺 沒有 好吧,不大有 對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要以 國產150cc 那個極具的速克達的動力 來比較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 可能因為是這種直驅變速箱吧 所以就還是有比國產速克達 加速再快那一些些吧 那最後講到什麼 操控性好了 好 我本來對這個車 對這種輪胎 比較多功能取向的輪胎 沒有抱什麼太大的期望 我一開始也只是做了正正的騎而已 但是來回幾趟之後發現 它好像可以壓車 對 所以實際上 它行程 前面有說 以多功能的車來說的話 它行程偏短嘛 對,但是以街車來說的話 好像剛剛好的感覺 就是它的運動性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車 再加上這個售價 其實我最近 有一點點想要 偷買一台來玩的感覺 現在二手龍八萬多吧 對啊 有時候會看到二手車只剩八萬多耶 這是一台進口車耶 這是一台真正的本地 比M&BQ還便宜 對啊 比那台舒克達都便宜 好厲害 那你有試過把後槍裝上去騎嗎 沒有 感覺不一樣耶 會屁股多一個東西的感覺 會多一個偏白效應 就是在後面 其實他們裝的這個風鏡 有時候側風大一點 頭也是會稍微有一點點晃晃 沒關係啦 我覺得會騎這個車的人 應該大部分都是比較喜歡 走長途的路線啦 機旅路線 因為我覺得它的實用性其實不錯 它甚至還有中駐 然後又白排 你路邊可以亂停車 你看 實際運動性的部分 應該不是那麼的重要才對 不過有也很好 應該是這樣說 我覺得後箱超方便 後箱超方便啊 對啊 而且因為我覺得這台車 雖然說它看起來像是多功能車 但是不會有一般多功能車那種 超級強的感 你如果再加上一個箱子 你看這手是摸得到的 如果是真正的多功能車 可能在更後面 對啊 你停在停車隔裡 你就會怕去擋到別人啊 什麼 是一個很神奇很實用的選擇 我覺得 是不是很想買 有一點 對啊 不過我們剛好在跟車主討論嘛 就是 以這個車隔 這個尺寸 如果它可以裝CB350的那一顆 大一點的引擎 應該會更棒 那不如買CB350 扭力更大 對可是CB350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那顆引擎的尺寸 好像有點巨大 那CB300R呢 CB300R就是水冷 然後要雙凸輪軸 比較需要拉轉 你騎一台多功能車應該 很多時候就是比較低速在那邊突突突的 或者是站起來騎危險駕駛 好 站 危險駕駛對不對 站起來騎 那個真的超奇怪 因為我後來有看人家說 對啊 奇怪我所有的操控介面 左手的離合器 右手的煞車 左腳的打擋桿 右腳的煞車 我全部都沒有放開 我比單手開車還要安全 對啊 到底哪裡危險駕駛 華國理論 好不管 講完這台車 剛剛說什麼 對啊 如果是配CB350的那顆引擎 我覺得應該會不錯 扭力再更大一點 動力再更充足一點 騎起來樂趣應該會更高一點 然後懸吊再更長一點 然後就要二十幾萬的泡菜 對 忽然變成CRF的那個價錢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了吧 我們已經逐漸從 隱藏的高手 跑車變成這種直直的車 你是這樣買一個這個去晚上 車主騎這個去二十四台 真的喔 那你為什麼一千CC沒辦法二十四台 太快了 我只需要十二小時就繞一圈了 沒有啊 你看到 繞一圈台中還是繞一圈台灣 你叫我站在車上待十 待十分鐘我就覺得累了 還十二小時 還二十四那才 再見 結束囉 大家可以回家了 每次的一張 второй 第一次 都是 你的 對 因此 一條 你